新加坡的莲花姚金问的 师父你好 一直在此恭敬鼎礼 恳请师父慈悲指导有关于幻生的问题 这是法生的问题 一关于法生跟祖尊请问师尊的法生和师尊事 他讲了很多问题 独立的个体 各行其事 法生做的事需要通报 主尊才能知道 有点类似负质人 本真跟分身 只是长相和心理状态一样 但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这是他问的 或是相同的个体 意思是说 就像一个人身上的手跟脚 连接着同一个心事 法生做的事 主尊无息 通报 马上就知道 这是关于法生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看到师尊的法生 也有在梦中看到的 有在禅定中看到的 也有在醒着的时候 眼睛张开看到的 他要问这些问题 新加坡 新加坡莲花瑶金 问 他的这些问题 可以写一本书了 今天要讲 也讲不完 那其他就不用再讲了 我告诉新加坡的莲花瑶金 等你修行成就了 你就完全明白了 你还没有修行成就 你当然不明白 等你修行成就了 你就完全明白了 那我就不用回答你 那要不要回答 问到这个法生的问题 好了 这个 我们这里 一般来讲都是很多的 女生都看过师尊的法生 但是男生 男的也有看过师尊的法生的 有看过的几手 男生 我不是问女生 男生 好 你几手了 你站起来讲 那个麦克风给他 请你师父 各位上师法师 之前摩根师兄 有跟师尊报告过 说他回到台湾的时候 曾经跟我一起用餐 那其实这是师尊 基母的加持 那其实弟子是有看到师尊 前来 那就跟大家讲一下 简单的快速讲一下 那个时候见到 见到师尊的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正好 我请某个师兄吃饭 那过程之间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供养 餐前的供养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到师尊的法生 就从天上降下来 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也看了 也愣了一下 那过程之间 我又很习惯跟同门分享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种事情谈乎其旋 那只是就吃饭聊天 那后来之后 我送某个师兄回去的时候 正好同车的师兄就问说 为什么车子里面 有很浓的檀香味 因为我的车子里面 是没有放任何的香氛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才跟师尊 师兄讲说 师尊的法生 就是来到 他从刚刚就一直在我们的身边 那所以用 师尊刚刚同门问的问题 其实我简单的叙述 在我见到师尊几次法生的过程中间 其实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 师尊就像大海一样 法生就像那一滴水 他可以化出去到每一个人的身边 他也可以回到本尊的西地里面去 其实他没有分别像 也没有分别的 所以这就是弟子的浅见 跟自己的见闻 再次跟师尊报告 谢谢 很多的空行母都会讲空行的话 现在请你讲空行的话 我让一下 給他 還有人舉手 拿麥克風給他 他舉手 你舉手 但是你不想講 是吧 好 那你是急完的了 好 沒關係 那麥克風拿回去 那今天呢 是難的 是難事 看到法身 也是難事 講空行的話 不是 所以 不是空行母的 專利 也不是只有女生 可以看到 蘇貞的法身 男生 一樣可以看得到